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这段棋是今天2月28号进行的天元战八强赛 由黑方柯杰对战白方范廷玉,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在左下方定行,走了一个双飞燕定式 之后黑棋三路拖,白棋搬住,黑棋在一栈,白棋栈上,黑棋小尖 白棋这里的尖冲是一个要点,因为并不怕黑棋冲断 如果说冲断的话,白棋往上长一个 那这样的话,左边这个断点就成立了 黑棋不仅是左边需要补棋,下方也牵了一手棋 黑桥是直接往左边单并一手,那白棋往右边小尖,封锁黑棋的话 虽然说黑棋也可以做活,但是显得非常委屈 实战黑棋往前一爬,白棋单长 这个地方黑棋要是再多爬一个 虽然说可以多为一些空,但是白棋外面也就全部走后了 实战黑棋直接往前一飞 这个地方定行的话,白棋也可以考虑先往前飞一个 这个肯定是绝对的先手 黑棋左边这个断点还是要补 黑棋往这儿并一个,那白棋可以再考虑往右上方破空 实战白棋直接点进来 然后黑棋往前一压,白棋单长,黑棋拐住 之后如果说白棋选择冲断的话 那黑棋单长,白棋往上贴住 这样的话黑棋可以往右边碰一个 在这里腾螺 白棋要是往旁边打吃,黑棋沾上 不仅是右边牵了一手棋 而且因为白棋左边还有一个断 所以说这里白棋定行的话会有些麻烦 实战白棋选择连回 然后黑棋往左下方一压 要求白棋补棋的同时,扩张左边的模样 实战白棋飞压 压缩黑棋下方的空 然后把中间这里的潜力撑出来 黑棋爬回,白棋再往上大飞 这手棋也是配合刚才这一手 扩张中间的潜力 右上方的定型,如果说白棋冲断的话 对于黑棋来说造成不了太大的威胁 黑棋选择跳出就可以了 实战白棋大飞 这里黑棋也可以单长 虽然说上方有一个断点 但是白棋还是要先沾上 这个时候黑棋往右边一碰 白棋二路斑,黑棋再往左边一碰 这样的话白棋也来不及切断 体调,黑棋往这一挤 因为现在切断的话 黑棋往上沾上 白棋再一沾 白棋这块棋就非常重 白棋要是往上飞一个 那黑棋还是可以继续在这里定型 实战黑棋往右边一飞 先把脚上这块棋安定 以后白棋往前贴住 黑棋二路爬,白棋搬住 这里都是白棋的权利 实战白棋先保留这一代的变化 往五路飞 这里白棋走的也非常撑 那黑棋肯定不能让白棋上方全部成空 不然的话这个效率就太高了 所以说黑棋往这一碰 通过冲击白棋这块棋 在这里破空 然后白棋单长 接下来AI的建议是黑棋往旁边拆边 看上去好像这里还有打入的问题 但是黑棋可以往旁边一穿 白棋也可以利用黑棋左边的这个薄位 选择往这穿一个 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乱战的局面 当然黑棋也可以再往左边来一路 白棋要是飞风的话 那黑棋往二路拖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选择扳断 黑棋还是可以往外打持穿出来 这样的话白棋后手连回 黑棋可以破坏上方的潜力 实战黑棋往前贴住 但是在这里扳头的话就是一个绝好点 如果说白棋走在这 黑棋还是有些难办 黑棋反扳的话 白棋往上方切断 黑棋打持完之后 如果说先往上打持 再虎一个补断的话 会落一个后手 白棋可以回到右边定型 如果说黑棋单长 白棋往上打持 虽然说黑棋可以抢到一个先手 往左边靠压 这里连成一片 但是黑棋这个棋形还是比较薄 白棋往这一穿 黑棋在上方顶住 补棋的话 那白棋就往左边破空 实战白棋往上小飞 还是比较看重上方这一带的牧鼠 但是黑棋往外出头就比较顺畅了 这个时候黑棋有一系列的腾罗手段 比方说往上碰一个 这里黑棋的目的就是把这一带的眼位撑出来 可以先往右边一搬 威胁白棋的联络 白棋要是切断的话 黑棋打持完之后再一沾 这样的话白棋右边还是要补棋 黑棋再往左边断打 这块棋差不多就可以安定了 或者说黑棋往四路一碰也行 白棋搬住 黑棋往上切断 总之在这里黑棋想要原地安定 还是有非常多的办法 实战黑棋选择搬住 那这个地方白棋并没有选择反击 往这切断 其实直接切断的话也是非常严厉 虽然说黑棋还是可以往外出头 但是白棋就可以顺势 把右边这一带的潜力全部撑出来 而且黑棋上方这一块还是显得稍微有些担保 这样下白棋可以满意 实战白棋简单往右边一冲 被黑棋往这一飞 那黑棋上方这块棋的处境 就会变得安全一些 之后白棋在左上方收空 然后再往左边一飞 想要缓攻黑棋 这个地方如果说直接震过来的话 黑棋并不用担心 可以先往右边一长 这一手棋是个先手 白棋往上方二路立 补棋的话 那黑棋再往外大跳 出头的同时 也可以破坏白棋右边的潜力 实战白棋往左边一飞 这里黑棋不能选择冲断 不然的话白棋往右边打吃完之后贴住 虽然说黑棋在左边增长了一些木树 但是白棋这多了一堵围墙 再往右边一飞 那黑棋上方这一块就非常危险了 这样下黑棋不行 实战黑棋选择大飞 想要把左边这一台的空撑住 但是这里黑棋已经比较头疼了 白棋完全可以先往左边碰一个 在这里借进 黑棋要是往左边围空的话 那白棋就在旁边封锁 跟刚才差不多 如果说这里多了一堵围墙 对于黑棋上方这块棋来说就非常危险 黑棋要是往外一长 想要加强跟上方这块棋的联络 那白棋往左边一飞破空 那黑棋收获还是非常少 实战白棋先往下方一长 那这个地方 黑棋如果说直接贴住连回的话 那白棋肯定是便宜了 黑棋可以考虑往上跳一个 白棋往这补棋的话 黑棋再往右边连回 这样的话 左边这一台的空就可以全部撑住 实战黑棋往右边二路爬 这一手棋的价值也非常大 之后在右边还有一些后续手段 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 白棋往下方一穿 黑棋这块棋要原地做活了 实战黑棋往二路小间 白棋往这一点 之后黑棋搬完之后 再往一路倒虎 这个地方很明显 如果说白棋左边不补棋的话 黑棋往左边一虎 白棋就会被分段 这个时候白棋可以选择 往二路单边一手 黑棋要是半瞻 白棋往右边小间 黑棋要是往左边虎一个 分段白棋 那白棋往右边一瞻 这样的话会形成一个转换 白棋获得的木树也不错 实战白棋还是双一个 不断 然后黑棋搬沾 白棋沾上 下一手棋 黑棋还是比较亏 这个地方 AI的建议是 黑棋先在下方二路爬 交换一手 然后再往上跳一个 还是比较看重 左边的木树 而且左边的空全部围住的话 其实也可以减少黑棋上方这块棋的压力 实战黑棋选择往右边搬沾 把右下方这一块不扎实 但是左边被白棋先动手的话 黑棋就有些麻烦了 实战白棋选择点在这 白棋也可以在上方一点 黑棋要是贴住 白棋再往这一飞 这样的话黑棋往左边连回 这里的空已经被白棋压缩了 之后白棋再往这一尝 外面这颗黑子也面临被分段 这样的话白棋中间这一带的潜力就形成了 而且黑棋上方这一块还是有些危险 实战白棋往这点一个 这里如果说黑棋想要封锁的话 并不是非常容易 如果说黑棋往这小间 白棋往上一飞 黑棋贴住 白棋再往右边一飞 白棋的这个棋形还是非常舒展 黑棋要是顶住的话 那白棋连回 黑棋左边还牵了一手棋要补 之后白棋可以再往上一震 在攻击黑棋的同时 把中间的空全部撑出来 实战黑棋选择补了一手 然后白棋小间 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贴住的话 白棋往上夸端 那黑棋外面这颗子还是会被分段 实战黑棋往上一飞 想要加强上方这一块 然后白棋往左边一冲 这样的话黑棋左边的空还是损失了 而且左上方这一块现在还有些单薄 实战黑棋选择二路斑 然后白棋先往中间一震 同时瞄着上方的跨段 黑棋往右边一长 白棋二路立 然后黑棋再往上跳一个 这个地方白棋也可以选择往右边一飞 简单为空 这样下其实白棋已经可以满意了 黑棋还要在上方原地补活 白棋以后往左边扳段 这里还有些搜刮 实战白棋往上跨段 然后黑棋再往右上方一扳 这里白棋最为凶狠的走法就是选择断打 然后往上方拐住 黑棋碰一个 切断白棋的联络 白棋可以先往上一扳 黑棋往二路一虎 白棋打吃完之后沾上 这样的话上方随时可以连回 然后黑棋这块还要继续往外出头 就算黑棋补一手 这块棋也没有安定 这个是白棋最为凶狠的走法 实战白棋搬完之后再往一路倒虎 把这块棋做活 然后黑棋往右边靠住 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选择冲断的话 再往中间大跳 那白棋往左边一夹 这里还有些色瓜 并且白棋断完之后再往外侧打吃 也可以先手切断黑棋的联络 那黑棋中间这块还是有些危险 实战黑棋往右边靠住 先把上方这块棋安定 之后白棋往左边靠住 这里如果说黑棋选择反击 往右边小尖的话 那白棋可以先往上方一搬 再往前一长 黑棋粘上 然后白棋往左边拐住 这样的话不仅可以破坏左边的目属 那黑棋的联络也被分断了 黑棋往上补断的话 白棋往这一飞 黑棋往上一冲 白棋小尖 不仅是可以把中间这个包围圈补牢 那把中间的这个潜力撑出来 而且黑棋左上方这一块棋的联络 还是存在问题 左边也需要补棋 然后右边这里也欠了一手棋 实战黑棋搬住 白棋单长 那黑棋顶住 补掉旁边这个搬段 之后白棋再往这一搬 直接封锁 黑棋搬出 然后白棋往上一夹 这个地方白棋也可以选择切断 黑棋左边肯定要补一手 之后白棋再往上打持 也差不多 最终还是要看中间这一代的定型 实战白棋往上一夹 黑棋打持完之后 再往左边补一手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不补的话 白棋往左边一夹 黑棋往二路一虎 白棋打持完之后 可以往左边切断 实战 黑棋补了一手 然后白棋切断 那黑棋再往上一冲 这个时候黑棋已经 不太好 直接往中间破空了 如果说黑棋飞一个 因为白棋周围都比较厚 所以说白棋可以直接选择冲断 这样的话黑棋还是非常危险 实战 黑棋往左边一冲 然后白棋往上一扳 这个地方白棋比较简明的下法 就是在中间围空 那这样下白棋已经可以满意了 这里的木树也非常可观 实战 白棋在上方扳完之后 选择冲断 还是形成一个作战的局面 黑棋如果说直接在左边切断的话 白棋可以先手一挤 黑棋沾上 白棋再往旁边小尖 这样的话 黑棋往上一冲 白棋沾上 这里白棋都能防得住 黑棋还是面临被封锁 实战 黑棋往上一冲 白棋往上一沾 如果说白棋往右边打吃的话 黑棋往左边切断 白棋挤一个 黑棋往上一冲 这个地方 白棋已经不太好 分段黑棋了 但是黑棋左边还是有些薄 白棋往这儿断打 黑棋反打 白棋再一提 黑棋往上打吃完之后 可能还是要弃掉左边这一块 然后把中间这一块连回 这样下的话 黑棋左上方还是会损失一些目数 实战 白棋选择沾上 然后黑棋切断 白棋再往左边一双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挤一个 黑棋往上一冲 白棋顶住 黑棋再往上顶住 虽然说黑棋左边的这个联络不存在问题 但是白棋有一些先手搜 搜刮 黑棋扳住 白棋可以再往中间定型 实战 白棋选择双一个 然后黑棋往中间一飞 白棋连回 黑棋再往旁边一冲 那接下来还是要看中间这一代的定型 好 棋友们我们稍时休息 稍后给大家带来后续的解说 好 各位棋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2月28号进行的天元战八强赛 由黑方 柯杰 对战白方 范廷玉 那接下来主要就看中间这一代的定型了 看看白棋是不是选择整体进攻黑棋这一块 实战白棋往左边一搬 那只是吃住上方这三颗子的话 那黑棋肯定是便宜了 接下来AI的建议是黑棋往上搬住 这往下更为紧凑一些 白棋在右边补棋的话 黑棋就往中间破空 这样的话 白棋中间的潜力已经被黑棋破坏了 那黑棋自身还成了一些木属 黑棋非常满意 实战黑棋往右边跳一个连回 之后白棋选择往右下方一虎 把这里全部连成一片 但是这个地方 白棋的收获并不大 首先这手棋对于黑棋脚上这一块 产生不了太大的威胁 然后中间这个缺口也没有补上 这样的话会导致白棋中间这块空非常难为 而且右边也牵了一手棋 所以说刚才这个时候 白棋还是应该选择在右边补棋 这样要比实战好一些 实战白棋选择往这儿虎一个 然后黑棋往右边一飞破空 白棋贴住 黑棋再往上一冲 白棋扳头 而且接下来 黑棋并不是简单的定型 简单定型的话 黑棋就往上扳住 白棋单长 黑棋再往中间一跳 这样的话 白棋右边的空还是可以全部撑住 实战黑棋下的更为凶狠 直接先往二路一扳 这一手棋可以紧住白棋的气 当白棋选择反扳的时候 黑棋再往左边切断 这个断点就非常严厉了 接下来 白棋在右边打持 黑棋反打 白棋再往左边一打 黑棋单长 之后AI的建议还是 白棋选择站上 不断 把这里全部撑住 形成一个战斗的局面 但是这里的战斗也非常复杂 实战白棋选择比较简明的定型 就是往左边贴住 但是这样下的话 被黑棋往上断打 那白棋只能选择弃子了 白棋单长 然后黑棋长一个 白棋往右边先手一提 黑棋粘上 白棋贴住 黑棋继续长气 之后白棋再往左边贴住 黑棋往上粘上 不为手 气掉这一块 黑棋还是收获了一些木属 虽然说白棋左边多了一堵围墙 但是中间这块空并不是很好围 这个缺口一手棋肯定是补不上 接下来白棋现在脚上一点 试一下黑棋的应手 黑棋选择二路小间 但是这里出不了棋 所以说AI的建议是白棋 往左上方挡住 把这里的空完全撑住 这个是现在价值非常大的地方 但是实战白棋选择继续往前贴住 黑棋往左边一虎 那这里出不了棋的话 白棋的木属肯定是亏了 接下来白棋往这儿打吃 黑棋一路班 这里还是没有棋 白棋再往左边一跳 黑棋往上连回 这里也出不了棋 所以说下方的定型 白棋并不便宜 之后白棋往中间走一手 希望撑住这里的空 但是左右两边的缺口 都没有完全补上 这个时候黑棋也可以选择 先往右边一跳 白棋要是在左边补棋的话 以后黑棋还是有一些搜刮 实战黑棋选择往左边靠住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往上补一手 那黑棋再往右边一跳 白棋中间的空就更加围不住了 所以说实战白棋选择扳住 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选择拖先 往右边冲一个 被白棋先往中间动手的话 白棋挖沾 黑棋沾上 白棋再往右边切断 那黑棋中间这一块就非常危险了 当黑棋往这儿断打的时候 白棋往左边一点破眼 周围全是白棋的子 黑棋还是相当有风险 所以说实战黑棋还是选择 先跑出上方这三颗子 这里虽然说没有棋 黑棋只能选择弃子 但是交换完这几手棋之后 黑棋往旁边断打 这里黑棋还是先手 收获了一些木属 白棋沾上 我们可以注意到白棋上方的这个棋型 还是比较差 以后上方的这个空里面 还是会有一些棋 实战黑棋往右边一冲 这个时候黑棋也可以选择 先往左下方一爬 白棋沾上 然后黑棋再往中间一跳 这个都是黑棋的先手权利 然后再回到左上方二路跳 破空 实战黑棋往右边一冲 白棋贴住 黑棋直接往上一跳 白棋往左下方先手挡住 黑棋团住 然后白棋往右上方一路斑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往左上方靠住 把这里的空撑住的话 那黑棋先手一沾 在上方这一带还有一些搜刮 白棋往这儿补一手 黑棋一路斑 白棋往旁边打吃 黑棋再往右边一斑 如果说白棋往旁边打吃的话 那黑棋还可以在这儿撑这个结 白棋也是相当麻烦 实战白棋选择右上方一路斑 然后黑棋往下方一冲 白棋挡住 黑棋往上方团住 白棋选择提掉右边这颗子 虽然说脚上增加了一些目数 但是左上方要出棋了 实战黑棋选择跨端 白棋冲一个 黑棋断打 白棋再一战 这个地方 黑棋还有一系列的组合拳 实战黑棋单长 白棋已经不能再选择团住了 如果说这样收气的话 黑棋往上一长 白棋贴住 黑棋搬完之后 再往一路立 那白棋上方肯定要补一手 往这儿打吃的话 黑棋往一路爬 白棋往左边一虎 黑棋再往这儿一起 那白棋就不太行了 所以说当黑棋往上一长的时候 白棋只能选择 二路托 黑棋往旁边打吃 这样的话 黑棋便宜了非常多的目数 这个时候 白棋全盘的空肯定是不够 之后白棋粘上 黑棋也可以选择 先在中间定型 这里也是黑棋的权力 实战黑棋往上一长 继续在脚上定型 如果说白棋现在往中间收空的话 黑棋可以先在上方先手一粘 打吃先手 再往旁边打吃 白棋粘上 这里还有一些搜刮 实战白棋选择一路扳 黑棋打吃 白棋先手一提 黑棋提掉 然后白棋往左边打吃 黑棋在脚上补一手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变数了 实战白棋提节 然后黑棋往右边点次 这里黑棋还有一些先手权力 之后白棋粘上 黑棋再往上一击 走这儿 白棋就认输了 如果说白棋继续沾上的话 黑棋可以先在右边定型 然后再往中间破空 白棋全盘的空肯定是不够了 好 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就给棋友们带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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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